立法會大會討論批不批准政府打尖 優先審議下屆政府架構重組的決議案 提出動議的政務司司長林瑞麟解釋 尽早通過議案 可以確保梁振英政府有空間發展 為了配合後任行政長官 對於政府總部架構重組的工作 行政長官和現屆政府同意全力配合 確保順利過渡到第四屆政府 泛民議員認為優先審議的動議是政府打毛球 批評建制派和梁振英狼狽為奸 裁決的結果就好像一場球賽 球證吹黑哨 被政府打毛球 被保皇黨打假球 被更多的人 是在政治上跳中字母 建制派議員反駁 盡早通過架構重組 可以令到新政府落實政綱 好像接力賽那樣 這個棒交出 下面沒有一個棒來接 怎麼辦呢 又或者 接棒的就是梁振英江棍司令 一個人 江棍司令 害苦的我們香港市民 根本整件事本身 根本一定肯定是 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一定要強行為了自己的面子 為了齊斑去給胡錦濤宣誓 為了一個福祥 要犧牲整個立法會的尊嚴 立法會主席曾玉成重申 政府在上個月10號已經通知立法會提出決議案 不同意泛民議員說 在審議動議之前一晚才知道安排 政府架構重組的撥款申請 財委會仍然在審議的階段 其中人民力量提出超過1000項修訂 還未討論 財委會會在星期五加開會議 有需要的時候 會在下星期一又或者二繼續討論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張家恆報導 申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